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连续的轰炸 好 新华网公布了五张照片 包括了央视也公布了这个影片 好像显示这次军机袭起无人岛的过程 希望有完整完整的过程 那么让大家知道 我们稍后马上告诉你 包括解放军跟人民日报 他们的立场到底有多强硬 那我们呢 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来看这次的报道 接到命令不到一天火速回台 驻日代表沈思纯为日本片面宣布 买下钓鱼台 被外交部长电照回国表达抗议 我们对日本的这项宣布 完全不能接受 也一概不予承认 同时在台北跟东京两地 都已经提出强烈的抗议 沈思纯表达立场 但却必谈电照 召回用词的差异 那么这回来是电照 还是说召回的意思 我想我刚刚在起头的时候 已经讲我是依据外交部的指示 回到台北来报告 这么低调就因为马总统 跟外交部长杨靖天 用词不一样 听听看杨靖天第一时间的说法 我们已经请这个沈大使 最快的速度 回到国内来 电照他回国 用的是电照两个字 但下午马总统 在国民党中山汇报上 却是用比较强硬的 召回表达立场 总统外长不同调 这让杨靖天好尴尬 赶紧改口 说recall等于电照 等于召回意思都一样 其实召回意味 两国未来有可能 断绝邦交或关闭使馆 至于电照意思一样 但用词比较缓和 保留转环空间 马政府处理钓鱼台 光是召回 还是电照助日代表 就出现不同调 也难怪立委之一 马政府对日软弱 瞻且顾后 拿不出解决办法 来我请向是赖老师 中国跟日本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召回大使 可是反而是我们 我们现在说电照 等于召回 召回在外交用语 跟电照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召回是由 马总统所公布的 来怎么看 召回是正式用语 电照是台湾外交部 独创的用语 因为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一般来讲 召回就是召回 那么请回来就是请回来 反国报告就是反国报告 反国数字就是反国数字 完全不一样的 那召回意味着什么 召回意味着几乎是断交了 还没有到断交 但是已经几乎断交了 也就是说你召回以后 你还能不能回去 或是要不要回去 那这个都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变数就很大 所以一般来讲 在外交到召回的时候 通常都是已经到临界点 这是已经是最后的手段 因为再来就是断交了 那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这边的做法 它并不是用 它也没有召回 它目前是由他们的部长 那么召见他们的驻北京的大使 日本驻北京大使 把他找来 一般来讲就是训诫 就是把你骂一顿 一般都是这样 那这个大使可能就是去那边 被骂一顿 然后摸摸椅子就回去这样子 吵架的可能性不高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大一个动作 现在看起来 如果照这个 一个行为召回的话 它是可能回不去 也可能 也可能回不去 因为回去的时候 你要有颜面回去 那有颜面回去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 你要不就是日本要让步 如果日本也不让步的话 那就没有颜面就回不去了 那这样的情形的话 有可能就会两边 就是我们没有大使在那边 会中断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是联络管道 没有办法建立 一直到一方让步 但是如果说 日本不让步 台湾又莫名其妙的 把大使送回去的话 那这个在台湾 反而会引起比较大的问题 你推估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过程 是一个国安 所谓沙盘推演的结果 做出的决定吗 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参与国安系统的高层很久 你依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是这样子吗 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光一个电招 或是招回这个用语 都没办法确定下来 就知道这个国安系统 是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比照一下 中国现在在做什么 今天他的亚洲市的市长 还讲了一句话 就是希望日本赶快撤回 这个构岛的决定 然后更重要的 赶快回到谈判桌上 来针对相关争议来处理 我们双方继续保持沟通 就这么明白 还有赴也一时弹性 对 换句话说 前面那个敢讲 军事动作演习 只是为了增加 他外交谈判的筹码而已 目的还是要回到谈判桌 所以日本没有召回大使 中国没有召回大使 就让高层的沟通 能够继续存在 突然间我们动作那么大 把我们代表统统召回来了 就算叫电招 就算电招回来也是一样 他没办法在那边代表台湾 那么高位阶的一个代表 或我们所谓的大使 跟日本的同样位阶人来对话 没有嘛 换句话说切断的往来 在外交上 Record召回是很严重的 意思就是说 外交已经失败了 已经切断往来了 然后其他就算了 就准备一下下面动作来 所以我真的不晓得 我们国安团队 怎么突然间把那个危机 或是切断 外交的沟通管道到这个程度 是 那学长师怎么看 马总统明天搞不好会说 召回跟Record是两回事 他没有Record 他只是请他回来 其实外交部一开始讲是请回 当时就是希望不要弄得那么僵 因为我想这些外交专业人都知道 召回这个事情不一定回得去 前面几位都讲 不只回不回去 与台湾的外交处境 我们跟巴拿马是有邦交的 我们大使去 巴拿马总统是不见的 就没办法履认 国书 道任国书送不上去 有邦交的国家都可能会弄成这样 所以小秀我觉得马总统是暴冲 那时候去彭家宇 哇 大家觉得会有大动作 结果 这个钓鱼岛国有化之后 日本国有化之后 我们都说马总统你要不要出来讲话 今天说什么 召回 电召召回 弄来弄去 国共大哥讲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严重 那海巡署的船要不要出去 国共大哥海巡署的船绝对不会出去 等下不小心撞到什么 不会 日本看不到 国共大哥 日本可能看不到中国的海尖船 可是他绝对看得到你台湾的海巡署的船 大国之间在弄 昨天小秀还念环球时报 解放军的啊 讲什么大局啊 如果这个大局坏的是你日本要负起责任 解放军的报纸还在讲大局 台湾现在都用召回 前面讲的好啊 那召回了 那以后怎么做于全谈判 之前连战跟野田不是谈得很高兴吗 丰硕啊 于轩谈判要开始啦 一定会有成果啊 日本一定要让啊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要是日本 要是真的难堪一点 根本就不理你 小秀过了两个月以后 钓鱼岛可能没有战事 那台湾大使怎么办 他如果不理你呢 他给你难堪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马总统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真的要想清楚啊 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我是认为还是有办法解决啦 怎么解决 这次日本担中国的台湾也是担人啊 没法担人啊 我们这个担回来 没用的时候 好啦 反正这样国安机制是不战不和不祥嘛 人也担回来啦 我担两个担一个去啊 新的嘛 担一个人去也是解决啦 所以还是可以解决 你不能再跟日本断交 我们已经断交啊 你还要再一次断交吗 要求别人的嘴 但是我们一直说 国安系统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今天做人民的一分主要看 说应付这种问题时 你马上就什么时候才会启动国安机制 让全台湾人民说 放心 整个国安问题都在我控制中 不是只有看外交 部长在说那五四三 说那五四三 你会安慰台湾人民的心吗 虽然说我们没必须准起来 未来冲突 他们说我们是结战境外 我们现在要问服务部 现在是结战境内还是结战境外 现在这个领土是我们的还是在 不是我们的 你到底结战在哪一边 海星署去 如果海星署以前就讲说 我们是护我们的遗业 我们一定要在那边 这个时候你也要去啊 除了给中国看 这个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海星署也来了啊 那你日本真的会打我们 不打中国的海监船吗 我们就正面向看 海星署今天的新闻告 你把第一次带来给你看看 你看爱撤文 是不是要加强金备了 是不是绝对不放弃主权 只有在发生有什么罗言 关键的时候 你的态度来表现出来 不要再有中国历史上的 那什么梁广总督 叶明森 不战不和不祥 守城不出兵 现在台湾是不是变成守城不出兵了 大家刚才叫的这个时候 你让那些保钓青年 慢慢来抓起来 那海如果抓起来 台湾每天都会像中国 这样在反日 那时候你要怎么应付 我这边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觉得 因为严格上来看 这一次可能是外交部出了一点状况 因为在APEC会谈的时候 事实上是野田跟这个胡锦涛 野田去赌胡锦涛 严格上来讲是这样 赌的时候被胡锦涛 因为他想跟胡锦涛解释 被胡锦涛训斥了一番 训斥了一番 其实等于是中国跟日本是非常的不愉快 这个讯息出现 胡锦涛话讲得很重 别做错误的决定 对 而且事实上是野田带人去赌的 那胡锦涛很难看 给他很难看 那这个讯息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在同一天 应该不在同一天 就是隔后没有多久 连战这边放出一个讯息 他跟野田会谈 说成果丰硕 因为已经两边的要恢复雨夜谈判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丢掉主权来谈愉悦 也就是说放弃主权来谈愉悦 这个部分里面会产生几个连锁作用 一个连锁作用就是说 大陆那边会在想 是不是你跟台湾跟日本 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交易 这是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两岸之间可能会猜忌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对台湾的内部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主权 已经被日本这样子化掉了 那我们的余权怎么谈 因为愉权是来自于主权的 那没有主权怎么能够谈愉权 那这个问题的话就出现 因为愉悦谈判并不是表示说 日本已经打算把我们台湾 一直长期主张的那一块说 我已经同意给你了 而只是说我们恢复谈判 这样的情形下 那台湾的内部的人会有意见的 因为事实上苏澳的愉民 马上就跳出来了 他说这个怎么可以 这样子那我以后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主权没有了 怎么能谈余权 好 我个人是觉得 在这个时候外交部发现 他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很有可能 当胡锦涛跟野田 在谈的时候这个讯息 没有第一时间传给连战 所以我觉得连战可能在状况外 那这个绝对是外交部要负责任 那第二个呢 所以连战以为他达成了一个协议 可是没想到后面的状况 确实这么的严重 也就是日本还是坚持 要把它国有化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么我们的主权怎么办 所以回过头来在做修补的时候 那也就是余权的事情就不能够再谈了 所以就直接要谈到主权 谈到主权的时候 台湾的筹码马上就发现 我们不能够 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动用军队 像中国大陆这样子 那怎么办 他就在外交上马上升级 那外交上马上升级 以外交部部长的立场来看是 还没有打算要升级到召回 可是他用电召也不对 他如果当时用请回跟马总统报告说 我们现阶段用请回 日本再不听我们就召回 就是有逐次升级的话 情况也会改变 可是我觉得 那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外交部部长是不是跟总统的 讯息联络并不十分畅通 所以当媒体在问马总统的时候 马总统就在中占汇报 就说这是召回 那这样的情形下 就跟外交部部长又不同掉了 这个也是显示出我们中央 我们的国家的中央政府 在处理危机的时候 的确是很有问题 在情报收集跟状况的推演 也很有问题 还有就是三角关系的一个 一个沙盘推演也很有问题 这些很明显的都是在 沙盘推演的状况外 等到发生以后底下没有任何方案 都是针对新的状况来处理 那因此会一下子拉到 召回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造成了又没有办法再收拾了 因为已经召回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大家人命也在看了 那你已经到了最强烈的 所以其实正常的一个国安机制的应变 不应该是这样子一个 所谓乱武章法 可是你看到 中国跟日本在这个事情里头 似乎 安部就班 安部就班 而且呢 他们目前为止 保有一点空间的同时 好像大动作还是持续做 因为看这样 昨天解放军里头已经讲这么硬了 勾起甲午战争的仇恨 13亿人 大家一起要站起来 今天在香港 反日朝当中爆发冲突 所以如果民族主义被烘托起来之后 被蔓延之后 也就是没法再收拾了 可是你看到 首先你看到钓鱼岛 海坚船到底在哪里 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回避 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洪磊 今天对大陆海坚船 到底有没有抵达钓鱼台海域 没有正面回答 到底有去还是没去 简短的说 中国的海坚船只将在中国管辖的海域 继继继继续进行正常的海洋执法行动 然后日本媒体说 到昨天为止 钓鱼台海域并未出现大陆海坚船的踪影 不过大坝海上保安部 已经为此派遣巡逻艇 加强警戒 双方面有一些弹性 可是似乎也是很认真的 这种对峙的态势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那么松懈的空间 所以我们再次来看 来自于央视刚刚所播放这个影带 因为它公布了中国空军演习 乍射无人岛模拟的一个画面 看起来被认为 这个演习的画面 模拟钓鱼台的意味十分的浓厚 我们一起来看 演练一开始 参演部队利用夜暗条件 迅速占领阵地 架设通信系统 不到30分钟就完成射击准备 炮兵指挥所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 和北斗系统 对战斗队形和打击目标实时监控 首轮火力打击后 轿射雷达将毁伤情况传回至指挥所 实时显示在电子地图上 指挥员依据战场态势迅速调整打击方案 对残存目标实施摧毁 写练中部队依托无人机 新型侦察轿射雷达和微光夜视器材 构建起远中近全域侦察体系 形成一条高效的情报数据链 有效解决了炮兵部队夜间搜索目标 毁伤效果评估等难题 夜间火力反应时间缩短一倍多 好 这是央视在刚刚所公布解放军 登上无人岛的画面 史无前例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到底下一个阶段意味着什么 美国在整个过程当中 现在呼吁双方面要冷静 美国最怕的是什么状况会发生的 我们休息片刻再后来